1月9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对近日美国出台的新措施 对人工智能软件进行进出口管制仪式做出回应 高峰表示,希望美方纠正错误做法 为各国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 限制和干扰正常的国际合作 不仅会损害有关企业 包括美国企业的利益 而且会引起市场对美国的贸易投资环境 创新环境的担忧 影响国际产业链的稳定 希望美方纠正泛化国家安全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的错误做法 为各国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高峰认为,科学应该是无国界的 科技发展进步应该造福于全世界人民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分享科技成果 中国的科技进步是在开放条件下 通过几代人自己的不懈奋斗取得的 我们将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同时我们将更加开放 愿意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推动科技创新 分享科技成果 共同解决人类发展难期 共同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此外,高峰还在会上介绍了 2020年中国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的相关情况 高峰表示,预计2020年中国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 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供给侧来看,家政服务的质量、规模、结构等方面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商务部将从以下几方面促进家政服务业的发展 一是提高供给质量 主要是提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素质 二是扩大供给规模 三是优化供给结构 主要是优先发展 针对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需的家政服务 四是降低供给成本 主要是从降低制度性成本和提高行业效率两个方面着力 五是规范供给秩序 出台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制度 推动保险机构开发符合家政行业特点的商业保险产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给我站在此视频 请购千工典 几点